大家好 我是張哲生 現在是2020年6月12號 禮拜五 早上10點50分 那我今天要為大家來開箱一本書 這本書 光看封面就是讓人非常的懷舊 這是 舊遊戲時代所出版的 翻譯書 是叫做《紅白機終極聖經》 那我還沒有拆開來 那今天就是 跟各位在鏡頭前的觀眾朋友一樣 第一次 同時我們來看到這本書的內容 那現在可以看到放在桌上就有這個書 已經把美工島準備好 待會就要來開箱 然後這個是 這本書附證的一張明信片 就是書的封面 後面寫上這個 Thank you 就遊戲時代 所出版的 很棒 然後他還有送一張海報 他有送一張海報 這個海報 先大概看一下 待會 我再仔細的拍給大家看 這是他送的一個海報 一個是 模擬這個紅白機 把它拆解開來的一個模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馬上進入 開箱的階段 我們把這個 膜把它切開來 撕開 這個膜就不要了 好 撕開以後呢 我接下來就用手持 相機 來 繼續進行 今天的這本書的介紹 好 把刀子拿到旁邊去 把刀子拿到旁邊去 這本書很厚齁 我們來看一下 這麼厚齁 我很久沒有看 這麼厚的書了齁 自從沒有讀書以後 現在大家都看手機比較多 紅白機終極盛進 舊遊戲實在出版 哇 這個是當時紅白機一款遊戲 可以 就是 操控這個機器人 然後進行遊戲的內容 等一下 這個是ISBM嗎 數位原力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跟我這次原力名字 有兩個字一樣 OK 現在 看看這找到有多少頁 四百多頁齁 四百三十幾頁 好我們現在 很快的 大概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一本翻譯書齁 但是 難就難在這些 日文名詞的翻譯齁 因為這個是許多 五六年級 三十幾頁 共同的童年回憶齁 那 那麼 所以 這個 那個 學生強社長 他有提到說 在翻譯的時候 其實有 花了很大的功夫去 參考一些 以前就有的 例如說攻略本那些的資料 然後 再加上 他們的一些研究 然後最終才確定說 裡面的一些名詞要怎麼翻譯 你可以 讓 絕大多數的 這個 紅白雞迷齁 能夠 看了 會覺得 很開心 然後回憶都回來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封面 好這是 目錄 紅白雞是 1983年 誕生的 然後他這個 有按照年份來 講述這個 相關的歷史 然後第一個階段 1983年到1994年 好我們可以看到 紅白雞的發售日 最早是在 1983年 7月15號 距今將近三十七年的歷史 然後 這邊就是 當時的這個 紅白雞的照片 箱子 然後他的配件 變壓器 這個 接電視 看了很懷念 當時的那個電視後面的街頭 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 只能看十 十三台而已 然後 然後 這個說明手冊 然後這個是 最早的 一些遊戲 有 銷售 日本國內銷售 破百萬的銷量的遊戲 當時 就是 巴黎年代 的時候 第一名是 在日本賣出 六百八十一萬套 這個是原版的 台灣可能賣的很多 都是盜版的 這個 超級馬力兄弟 這個 這個是我 我心目中認為最經典的電玩遊戲 然後 就這一款 沒有 沒有之一 就我心目中認為最經典的電玩遊戲 超級馬力兄弟 所以 就 一直到現在 都還會有時候 會用一些模擬器來玩一下 然後 第二名是 超級馬力兄弟 3 384萬套 然後第三名是 俑者斗二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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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的起點 380萬套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些 其他的 就是 當時 有破百萬的 銷量的一些作品 OK 好 哇 這個是 紅白機的一個結構 我這邊有收藏 其實我有收藏我的紅白機 小時候的 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靠 我現在拍攝的位置 就在我收藏櫃的 前面 這個是我的 收藏櫃的部分 我這邊有一區就是 放 紅白機 可以看一下 這一台 就是 原汁原味 1983年發售的 紅白機 我待會再拿出來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 紅白機相關的一些玩具 這應該是燈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燈 應該 沒有電的 然後燈跑在前面 這裡 這是一個他的手把的造型 然後像這個是 便條紙 打開 裡面是放便條紙 是紅白機造型的 然後我還收藏了很多 我這只是舉步齁 因為很多 這只是部分而已 很多都放在櫃子 放在箱子裡面 沒有拿出來 那時候的卡帶啊 然後 然後 也換道士 那時候 有IC 裡面有 可以儲存 過關紀錄的IC片 然後 攻略本 然後攻略本 落魔城 喔喔喔喔 喜歡要見點遊戲 好 大概是 這樣子 哇 再近一點 不想拿出來 那是那時候 在萬年樓上的一家叫 新陽公司 他們出的 他們發的那個DM 就是 賣遊戲片 然後 靠 拿出來 好了 哇還有這個 他的行路 主機啊 然後光線牆啊 磁碟機啊 搖桿啊 然後背面有這個 卡夾目錄 在萬年樓上 是喔 卡夾目錄 那時候 都會說是幾K 幾K遊戲 哼 現在 現在小朋友 很難想像吧 那時候遊戲才幾K而已 現在可能用幾G B來計算 然後 主機 挖挖挖挖 不管了 不剪了 這 這都是真的 這個 不是現在什麼 一些夜市看到的那種 相容機種 上面插的是 我很喜歡的一部 手動自從漫畫 火之鳥 所改編的遊戲 那個時候是跟誰買的 艾瑜 艾瑜 艾瑜現在萬年還有 還有 還在 好 再收 掉亂七八糟 好 我們繼續 繼續回來 看 這本書 這本書真的太豐富了 所以 我就大概翻個 一些內容給大家看一下 這當時有一種 電視 台灣聖寶也有出這個 直接卡夾可以 插進去 不需要主機 它就是主機就附在電視機裡面 哇還有這種商用紅白機箱 這個應該是 美 美規的紅白機 是灰色 就不能叫紅白機 然後我們台灣 賣的都是日規的比較多 就是紅色跟白色配的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還有很豐 除了圖像之外 還有很豐富的文字的介紹 這些東西如果 大家買的話 就可以慢慢的來看 紅白機開發密室 比較快的翻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講了一些 當時紅白機 還有它的對手 這個 NEC的PC Engine 這個 我也有一台 它是用那個卡片的 它那種卡片式的遊戲 然後 後來像這個是 超級任天堂 這個超任 它有一個很詳細的歷史介紹 鍵盤啊 磁碟機啊 那時候我讀龍山國中 就 旁邊 即興 那個玩具行 然後去 買那個磁碟片的遊戲 回來玩 倒版的 然後這些 介紹一些 遊戲 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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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給大家看看這本書有多豐富 就對了 這個遊戲 它 它就是有一些簡介 每一款遊戲 每一款紅白機遊戲都有 按照 出品的 年份 時間 來排 然後有一些 有圖片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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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樣子 然後說明跟 遊戲畫面 很多 我也不可能說 四百多頁 一個一個飯 所以 很快的過去 1984年 1984年 初的遊戲 有這些 看看有沒有比較 熟悉的 像這個大金剛 他小孩一起的 這個 這個我就 還蠻熟悉的 小精靈啊 越野機車 這款很經典 那時候很喜歡 玩這個 越野機車 這畫面有沒有 有印象吧 走 然後好像還可以自己 做關卡 這個是 他的那個 卡下的 外觀 然後1985年 這些遊戲 經典的遊戲 經典的遊戲 來了 1985年 9月13號 發售 我心目中最經典的電玩遊戲 超級 馬力歐兄弟 我們那時候 就叫他超級馬力 超級馬力 然後 這些 敲冰塊啊 氣球大戰 這很多都是 從 之前 可能是 Apple 2那個時候的 呃 電腦遊戲移植 過來到 那個 家用 遊戲機 平台上面 齁 太空侵略者 很像小蜜蜂 太空侵略者 然後 挖筋塊啊 功夫啊 我如果慢慢講的話 可能要拍一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就很快的翻 就是 真的 這本書齁 值得 有過這一段 童年回憶 紅白季童年回憶的人 買一本來 整場齁 然後 你不用 不用像我這樣很快的去翻 有空再拿出來看 慢慢的品味 然後 也不一定說要看哪一頁 也不一定要從頭開始看 因為我相信 任何一頁的任何一個角落 都會有你的回憶 都會 讓你 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 他是按照編年史這樣子來弄 看看這個就是 每一年所出品的遊戲 有哪些 這個我就不念了 因為真的很多 我覺得 我光這樣翻都 花很多時間了 更不要說 去講裡面的內容 那當然 這一款 我小時候印象很深 卷軸遊戲 神龍之迷 先是橫著走 然後到了那個 打擂台的時候 再變成直的往上走 這款我玩很久 而且我買原版的 可是後來 不見了 那個時候 卡夾不便宜 所以還有 有出現一些像 錄影帶出租店那樣服務的 就是 租遊戲卡夾 那你可以去租回來 可能幾十塊 租回家玩 一兩天 然後再拿去還 就不用說 你每一款都要花好幾百塊 甚至上千元 才能夠 買回家玩 因為對於那個時代 我們小朋友來講 那也是一個 不小的負擔 那個價錢 1987年 龍者都餓 好多 好多 這個 這內容真的是太豐富了 我跟各位現在在看影片的人一樣 我現在這個時候也是我第一次看這本書的內容 雖然我已經拿到一陣子了 你們看這個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今天的遊戲 沙羅曼蛇 射擊 然後在那個 好像生物的體內 跑 然後你拿到 拿到一些可以增強你的 武器裝備 然後你就 你的火力就越變越強 越來越厲害 就 真的是會玩得很high的一款射擊遊戲 我剛剛就講到說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書的內容 我現在是拍影片 就快一點發 我一定還是會再慢慢的來看這個書 每一個張圖 每一個字 我要仔細的去咀嚼閱讀 這真的是童年回憶 我還有Superman的遊戲 1988 當時的日本電視 綜藝節目 有出現的這個 紅白機的遊戲畫面 Klok 好 原子小金剛 原子小金剛 原材小吊手 這款我印象 不動冥王傳 這很好玩 還有像什麼熱血高校之類 這邊還沒有看到 雙節樓 雙節樓 那個 街機 大台的那個街機移植到 遊戲機平台的這個傑作 足球小將益 這款也 妖怪到終極 這個影響也很深 神鬥式心事 燃燒你心中的小宇宙 相聚一刻 這個 高橋劉梅子的名作 熱血高校 這個 這個也是那時候 大家很瘋的一個遊戲 想辦法能夠丟出魔球 然後 進軍世界各國 美國 甚至到 中國的那個 後面還掛有毛澤東的畫像 然後 手有一點痠了 用一隻手拿的 霹靂遊俠 霹靂遊俠 國總統大選都有遊戲 三國之 紅白機上海麻將 好多喔 我跟你講 我會把這本書翻完 我覺得我開箱會把它翻完 但是 內容就沒有辦法 慢慢看 你看 對紅白機卡俠吹氣 這是我們 每個玩紅白機的人 都曾經有過的經驗 就是 放下去好像感應不靈敏 沒有辦法正常進入遊戲 然後這時候就會想說 是不是這個晶片 有什麼灰塵 就會拿起來吹氣 大部分人都會這樣做 真的這樣做之後 遊戲就可以讀了 就可以 有 可是 在 2010年的時候 任天堂 那個時候 其實我有分享這個資訊 他就宣佈說 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其實會有水氣 會造成 這個 遊戲片 會有 金屬端子會生鏽 其實會引發故障 可是你一直 到了30年後才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 20多年 25週年 25 2030年後才告訴我們這個 我覺得已經 來不及了 好 這個 這個 火小社有玩過 他也是 要連接紅白機的遊戲 然後可以控制那個機器的 好多 真的是太經典了 太經典了 除了經典 我真的 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 形容詞來 描述我眼前的這一本書 那我還是要 再次的謝謝 舊遊戲時代的社長 許仁強大哥 我相信 我相信 要完成這本書 必須是 要擁有 對 遊戲的熱愛 還有熱情 還有許多的堅持 做這本書絕對不是為了賺錢 那 那也很謝謝 有 有你們的這個堅持 努力 才可以讓我們能夠看到 中文化之後的這個書 因為 畢竟如果我今天去買日文版的話 看起來 可能就少了那麼一點 在地的感動 就是 我們 我們小時候所看的這些名詞 畢竟是 跟日文是還是不太一樣的 遊戲的名稱 那這個真的是 童年回憶的再現 超級混斗螺 混斗螺這個 也是經典的 街機遊戲 好多 我們看一下 我已經翻了一半了 已經翻了一半了 加油加油 我這個開箱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它不用操作什麼東西 我主要就是 讓大家看一下這本書有什麼內容 那你們 剛這樣看一定不會過癮的 然後 我會在影片裡面再附上連結 如果各位有興趣 買一本回家收藏的話 在地再過去看一看齁 不過我這個絕對 我不是業配齁 我是 真的 真心覺得這本書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齁 這就是我們的回憶啊 真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 錢能夠買到回憶嗎 當然 很多時候回憶是不可能用錢去買得到的 那我現在覺得說 我買這本書可以讓我 從事很多童年時候的這個 遊玩 任天堂紅白機的這個回憶 我覺得好值得 我們已經到了 已經到舊裡年代齁 1991年 翻到 你知道我翻到 手都痠了 慢慢看的話是還好啦 可是 我一手要拿相機 然後一手要翻 在1991年 我主要也是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熟悉的遊戲 我還有一款遊戲叫紫禁城 想拿末代皇帝 坦克戰記 轟炸超人 轟炸超人 也是很經典的一款 多人一起玩很好玩 很有趣的遊戲 然後 馬利歐高爾夫公開社 馬利歐真的是任天堂的 這個 應該怎麼講 代表性人物 然後 所以任天堂其實 把馬利歐 鎖在自己的平台幾十年 然後 前一陣子才終於開放 願意讓他出現在手機平台上 安卓啊 iOS上面 那以往你在其他的遊戲主機 PlayStation Xbox 是絕對看不到馬利歐的 影子 然後 雪人兄弟 這個也很有趣 雪人兄弟 好多 藥氣 藥氣也登場了 藥氣 藥氣是 你覺得藥氣是恐龍還是烏龜呢 我之前網路上也是有在爭論 我 我忘記答案了 有一個 有一個啦 作者有出來講 我忘記答案了 所以我現在不要講 免得我講錯 然後 這個 超級機器人大戰 可以看到 無力鐵金剛 進入到 92年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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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酸喔 所以你看喔 說的沒有假喔 他真的每一款遊戲都有 每一款紅白機 的遊戲都有 他就上面都有很清楚的 去標註他的發行日 他的當時的發售的價格 都非常清楚 這個是 像我們在研究歷史來講的話 這本書對於 遊戲歷史來說 是一本 我覺得不附他的這個名字 聖經這兩個字 真的是一本很棒的 圖鑑 或是說工具書 我覺得 很值得收藏 紅白機 不同版本的世界 那時候有一些遊戲 他們 就會 有一些不同版本的 發行 然後會用編號來做區別 這個是 那時候買紅白機遊戲的店家 馬利歐森林 薩爾達傳說 薩爾達傳說 1994年 然後 大概就到這裡吧 到1994年 再來是 他的 主機的這個系統 在1986年 就有推出磁碟機 這個我 我想的時候又有一台 也不見了 然後那時候磁碟機 然後會有一個 這樣子 裝在上面 的地方 然後磁碟片就從下面 弄進去 這磁碟片就 很像我們在用的那個 放在B槽的那個 1.44M的那種磁碟片 可是不是那個樣子 不是那個 就是長得有點像 磁碟機 二合一紅白機 好酷喔 那這很多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網路 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甚至 連日本的 他們拍的 遊戲的廣告 我們都沒看過 那這些年 因為有網路出現 然後 就有幸可以在網路上去 看到 幾十年前的這個 遊戲廣告影片 就覺得好酷喔 那那時候我們 有時候偶爾會看到 是你去做一些卡通影片 例如說 像小叮噹啊 然後 你就會在廣告的部分 他們都直接從電視錄下來的 廣告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 那個遊戲的廣告 這個是磁片的 磁片的遊戲 好多 好 光這樣翻都 快要拍三十分鐘了 好 大家找一個人來幫我翻 手好酸 七寶七寶 經典的電影 然後經典的遊戲 這個 在那艘船上面 在那艘船上面 我一直看到超人力霸王 我好喜歡 一個 那個 人物 歸來的馬利歐兄弟 哈利亞 越野機車 剩下比較少 我就直接這樣翻 後面 後面這部分就講磁片 然後 磁鐵機系統 講完了 最後這一排就講周邊設備 鍵盤啊 然後 然後 那時候 哇 那時候也像 那個 可以用卡帶去 儲存跟讀取 資料 可能是 遊戲進度啊 之類的 就還沒有磁片出來之前 就是我們都是靠磁帶 來用 這個也是 我小時候有經歷過的那個時代 那時候我買的是 紅機的 小教授 小教授二號 像一本書一樣 鍵盤 然後空氣 不是空氣 光線槍 這個時候 就 這個光線槍真的是很酷 非常酷的 然後對著電視螢幕發射 光線槍還有槍套 就這個紅白機的機器人 配合遊戲可以玩 控制它 它可以拿東西啊 之類的 這個也是 這個機器人的一些組件 方塊組件 迴旋組件 那時候就有這個耶 3D系統 1987年 1987年 生產的 就像我們現在那個 那個 PlayStation PS4的那個 VR的那個感覺 哇好酷喔 那個時候就有了耶 然後 那個 這應該是接 可以執行 可以看 他說什麼 透過這個 然後跟電腦通訊的 一個轉接器 資料傳輸器 這很多東西 都是我們 當時在台灣 是沒有看到的 我還有這個 力量手套 這個讓我想到 小叮噹裡面的 可以 可以 發出很大力量的那個手套 小叮噹的道具 這個 那個時候就有 有一陣子在流行 這種跳舞的 這種塌墊 拳 拳擊也有 然後 賽車 嘿嘿 做這種 類似賽車 這樣子 感覺它就可以 好像在上面 左右搖擺的 體感控制器 好帥 電子琴 卡拉OK 麥克風 調碼機 哇 用調碼來遊玩的周邊設備 可以掃瞄調碼 你有卡片嗎 卡片 上面有條碼 有點像我們現在 QR Code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可以畫 會畫板 鍵盤 輸入機 輸入 就是 有多一些按鍵 比較多按鍵 然後 連發控制器 這個時候也 這個也是 那個時候要跟人家對打的一個 密 密技 密包 讓你可以很 很快的去連發 好多東西喔 哇 控制器 這一part很精彩 雖然 就只是圖片而已喔 都可以覺得看得好過癮喔 這個 類似大型機台的 的一個控制器 操作感 光這些操作感 都這麼多版本耶 真的是太帥了 然後 這個很像開飛機一樣 塞車 控制器 哇 有無線控制器了 那時候 那時候電視機也小啦 畫面也小 所以其實 你也不會離電視很遠齁 大家都大 很多 我們都坐在地上 然後就坐在電視集的前面齁 那時候都會被告誡說 你 跟電視機要保持 電視機要保持 電視機要保持距離啊 不然眼睛會壞掉齁 我 我近視就是在 小學要升國中的 那一個暑假 然後因為玩紅白節 玩到 日夜 日以忌夜的玩 然後玩到 有了近視齁 所以紅白節 對我的生活 是 有很大的 成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讓我有了近視 這樣子 好 哇 這些都是一些 還有一些轉接器啊 紅白節 現軸 這個 還有遊戲重播器 遊戲重播器 厲害 然後這個是後面接 要接電視的 它可能可以切換器啊 可以接兩台三台 的東西 延長線啊 在車上 在車上 在車上可以玩的 條馬斯的清潔 那時候磁片 我們都有這個清潔組件 這個 這個我有 這個 這個立體眼鏡 我跟你講這個立體眼鏡 我看一下 我有一個 立體眼鏡 在這裡 我透過 有沒有看到 就這一個遊戲 原版的 那個立體眼鏡 這個 叫什麼 大作戰 就這個 看一下 它這邊翻譯 它這邊翻譯叫 呃 飛奔大作戰 就是這個 一模一樣的 勒 我當然也不簡單 你看我還有收藏這個 書上的東西 然後是一模一樣的 對焦一下 好 紅白機 超級紅白機操作 然後傳單精選 哇 這後面就是一些DM 當時的一些DM 當然都在日本的嘛 因為日本書是 日本的翻譯書 它這邊收藏也是 有30年以上的一些傳單 有30年 好酷喔 我就遠一點排好了 這樣子可以 可以比較快 剩下沒幾頁 已經進入到400頁了 進入到400頁了 還剩下30頁 然後電視廣告精選 這就看不到影片 不過這是廣告畫面 這些廣告可以 可能到YouTube去找 我自己也整理了一些 那時候任天堂遊戲的廣告 剪輯 好 然後最後面它就有一個索引了 這個 這個也是 所謂工具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 如果你知道遊戲名稱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看哪個年代 你都可以在這邊索引 它是按照 它是編年的排列 第一款遊戲就是大金剛 就剛好我們看的 這樣子 所以就可以在這邊 很快速的去 在這個茫茫的 遊戲海裡面去找到 你想要回味的遊戲 的內容畫面 這個就是索引 後面 後面有十幾頁的這個索引 這個我覺得很 很重要 而且這個應該也是花很大功夫 當然這個就是跟前面的影片 先是一起同時要去做 好 我們看完了 翻完了 然後 這個我覺得 這個要特別看一下 作者 三奇功 1976年生 小我四歲 有時候我們是同樣年代的人 然後 翻譯者叫林耿生 1977年生 差不多年齡 然後這個是 第一版 出版一刷 2020年3月29號 然後這邊有出版資訊 發行人 宣傳大哥 然後 這個 遊戲 舊遊戲時代 編輯 是 價格是 有一點高 但是 我覺得很值得 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 畢竟這裡面 承載了 太多太多的童年回憶 然後 這邊有 舊遊戲時代 以復興舊遊戲文化為極任 然後 也 邀請各位 到臉書 加入 舊遊戲時代的 粉絲團 去按個讚吧 我覺得 值得我們為他按個讚 加油 然後 最後再次謝謝 舊遊戲時代 出版的這麼棒的一本 紅白機終極聖經 好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哇 也講了超過半個小時 好 那個 拜拜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沒有結束 我剛剛忘記 忘記 我剛剛說的海報給大家看一下 海報 最前面 最前面出來那個海報 我要開一下給大家看 居然忘記這件事情 這個 我先放在上面 就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是用電腦動畫畫出來的 齁 那就是 去模擬說 拆解紅白機之後 裡面的 一些組件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 他的電路板啊 有沒有 然後搖桿 搖桿裡面的組件 卡夾 卡夾裡面有 也是有這個IC啊 這些的 好 差一點忘記了 好 就這樣子啦 跟大家分享這經典的 講述經典 然後本身也成為 一本經典的一本書 紅白機終極聖經 推薦給大家 拜拜 我們就把這個 出發